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Jungle开发进阶课程的第八次课 自定义form,也就是自定义表单 首先我们来看这一课的主要内容,其实只有两点 一个就是如何来自定义表单 另外一个进行一个简单的表单的验证 我们来首先看一下我们之前如果想定义一个简单的表单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网页 要实现一个这样一个简单的添加诗词信息 比如说作者和诗词的名字 然后这样怎么实现呢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是我们直接在这个模板里边去手工的写 写这些每个去去写每个字段 比如说form啊,然后定义它的动作 然后方法做验证,然后添加这些label和这个input 然后呢在这个处理函数里面呢 处理函数里面,然后我们判断如果它是方法是post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把对应的字段给取出来 然后呢就可以去操作我们的model去保存它 然后我们就能看到先的结果了 这个是这个最简单的一种表单的一些处理方法 但是这种不是Jungle推荐的一种方法 我们虽然手工编写代码来实现 但是呢Jungle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所有的这些工作 Jungle在处理表单工作中它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就是准备数据啊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为数据创建HTML表单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做的这部分工作写的这个HTML的表单的话 就是让Jungle为我们框架为我们做实现 另外一个呢在接受和处理客户端提交的表单和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相应的做一些更深入的一些处理 比如说我们自断的获取啊表单的验证啊表单数据的验证啊 都会框架为我们提供一些标准 比如说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 比如说这个Uthel我们要做对它进行一些限制 比如说限制它的长度 我们是可以在这个里边去 比如说限制它的最大长度是10 限制它的最小长度是1 虽然我们在这个表单HTML去限制 但是说因为不要相信作为这个外编程的话 不要相信前端的这个数据 我们在这里面还是要验证的 比如说如果它小1或者说它大于10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要返回错误 最简单的就是说继续的返回这个表单 不让它继续处理 因为这个已经验证失败了 你的这个用户名是不允许我们是不允许空 而且不允许超过10个字符 然后我们这个在表单里边 在这个表单的处理函数里面都要进行验证了 然后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处理的方法 但是代码上的话我们会看到比较繁琐 我们对每个字段都要在这个处理函数进行验证 然后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处理方法呢 当然是有的 Jungle的框架已经为我们考虑的这些所有的事情 我们可以利用Jungle的框架来完成这些表单的验证 其实这就涉及到我们这节课讲的两个主要内容 一个就是说利用Jungle框架来完成自定义表单 另外一个就是表单的验证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自定义一个form来带去这个ATM表单的书写 怎么来自定义这个表单呢 非常简单 我们新建一个forms.python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边Jungle import 把这个form它就是用这个forms来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add form 然后它继承于这个form类 比如说我们想添加两个autho label 还有那个input就用一个字段就可以了 下field 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不指定它label的名字 就是不指定label的名字的话 它就会默认的以我们这个字段名来指定它label的名字 当然我们这里边也可以指定label的名字 比如说the author 然后呢我们这里边还可以定义它的最小的长度 然后最大的长度 比如说10 还有我们这个title false 然后这个就是用它默认的这个label名 然后我们这个就不做限制了 我们在这个view里边就可以返回怎么返回呢 然后处理函数里边怎么返回呢 我们把这个表单给引入进来 add form给引入进来 false report add form 然后呢 这个里边 form add form给它返回一个add form 然后我们这个处理函数里面呢 就修改成这个样子 然后就可以了直接去用这个form这个变量 我们在这个atmr就可以使用这个返回来的这个表单的这个数据 我们把这个这里边就不需要了 然后我们就直接使用这个form 然后add p 这个add p什么意思呢 就是渲染为把这个字段渲染为一个个的这个用这个p来隔开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打开这个网页 然后我们就看它就分行了 然后比如说我们添加 再添加个网炉山瀑布 ok 我们看到它就把网炉山瀑布给添加出来 是正常的 当然用这个p标签去渲染它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网页的原码 看它这个atmr到底渲染是什么了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就是用p标签把这个label每个label给隔开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还可以用其他的渲染方式 比如说我们这个ul它就会用这个label的标签把它给隔开 我们看一下 刷新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也刷新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就用这个li的标签把它隔开 同样我们还可以用label tip对table 我们看一下 它就用这个table渲染它每个字段 可以看一下 刷新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就看到它这个标签又变了 然后就是这个是这个form这个编量它标签的这个使用 同样呢 那我们也发现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要写这些label啊 还有这个submate还是我们要自己写 我们对于表单处理用之前的数据获取方式也是可以的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自定义的这个表单来获取数据 比如说form用这个addform把这用这个request的 用post的把post作为它的这个参数来生成一个addform这个框架会把我们去就是自动去转化它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想获取它的数据啊就要验证它 form is valid 然后如果这个有效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取它的数据如果无效的话我们就直接原表单给它返回 如果有效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去它就会把数据放在clean data这个表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取它的数据 UTHOR这个地方呢 我们其实就不需要验证了 如果这个地方你无效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你等于0或者是大于10的时候 它直接这个is valid的直接就是一个false 然后我们就返回了 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就不需要了 然后呢这个title是一样的 form clean data title 我们就把这条数据插入进去了 然后也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我们的这个实际要存取的数据其实就是说这个poim这个model里边 然后我们的字段就是author和title 我们比较一下这个form它其实也只有两字段就是author和title 是不是很大的相似性啊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哪些简化呢 将构框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方便的一个方法 我们在生成这个表单类的时候还可以直接继承于这个model form 然后指定是哪个model 具体还有model要生成model的哪些字段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一步避免多余代码的产生 我们这个地方引入frommodel importpoim 然后这个我们继承继承自哪呢 就继承于model form 然后这些字段我们定义字段我们也不要了 然后定义它的就是原数据mentle 指定了指定什么呢 指定它的model的名字 model的名字叫什么poim 然后哪些字段呢 fuel 然后呢title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时候同样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再添加数据 然后呢我们添加一个这个 看到把赠王轮也添加进去了 看到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这里边的表单的验证 就变成了基于这个model里边定义的这个表单 每个字段的一个限制 比如说最大长度是10 比如说我们尝试 尝试去写很多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我们看超过10我们是写不进去的 然后比如说这个title它的最大长度也是10 超过10我们也是无法输入的 然后这里边就其实就是说 它的现验证就变成了这个model里边每个这个fuel的它的一个限制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表单的验证 表单的验证呢 呃分为好几个层次 比如说每个字段的验证 就是我们这个author 比如设置最长的最长的一个长度啊 最短的长度啊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自定义这个validator进行验证 什么是validator呢 然后就是将狗的表单以及模型的字段 支持使用简单的函数 呃呃和类用于验证 这就叫做validator validator是可调用对象或者是函数 他接受一个值如果值合法 这什么也不返回 否则的话就抛出一个 呃validation error 他可以通过字段 呃的这个validators 这个参数传递给字段的勾到函数 或者是定义在field内的default validators的属性中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是可以为这个model的这个 比如说为这个author字段添加一个validator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定义一个validator的函数 v a l i d a t 比如说我们随便写一个 接受一个参数就是那个字段的值 if not value start with 说不是以不是以a开始的话 我们就返回一个抛出一个异常 然后呢我们这里边写它的具体内容 you must start with a 我们这个是随便写的 比如说它的凑码是invalid的 好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author里边就可以添加这个validators 比如说这里边就添加一个validation pre 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写了 比如说我们想写一个这个随便写一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验证会失败 就看到它就没有显示出home这个网页说明这个验证失败了 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 它直接就比如说我们打印 print invalid 好我们再尝试去写 不以a开始的话 可以看一下打印 然后invalid 然后我们这个以a开始的话 比如说em 排头e 就正常 就发现这个validation它是在起作用的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add form里面去添加自断author的验证 def clean author 然后呢比如说这打印一个它再调用它clean author 然后我把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author的数据给取出来了 然后呢 if我继续添加验证 当然这个是很无理的验证 这是为了我们演示 如果这个Alan不在这个数据author这个数据里边呢 我们就抛出一个异常 for validation error 然后not has an 否则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data给返回 然后呢 我们可以打开网页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添加了一个o 1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打一个invalid 然后它也调用了这个cleanauthor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再添加一个顺序 看它根本都没有跑到这个validator print这个地方来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来添加一个Alan 比如说Alan1 然后比如说Title2 我们就看到这个Alan1被添加进去了 就看到了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还可以最后在每个字段都添加验证完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添加字段间的验证 也就是说交叉验证 怎么交叉验证呢 然后定一个clean clean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数据全部都取出来 author等于selfcleanData author 然后title selfcleanData title 比如说我这里边有一个限制 对某个author它的title是不允许重复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取出来 object等于poem objects filter 比如说这个author等于这个author 然后title等于这个title 如果查到了这个数据的话 当然就是异常的 我们就返回一个relationError 然后写个dop offication 否则的话我们都什么都不做了 这个地方同样打印 print click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净业丝 我们去尝试添加 立白 净业丝 点击 发现一个key error 对 之前我们的这些验证还在 我们把它注释掉 然后这些注释都给注释掉 再看一下 再刷新一下 我们看这个地方 它就调用了clean 调用了clean 然后也是invalid的 说明它重复了 重复了之后 我们怎么办 再添加 随便添加一个2 看一下 正常的 我们这个地方也就看到了 我们想让它避免就是title重复的话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交叉验证的方法 在这个form面进行验证 我们看我们这个view的add函数 根本就没有添加任何的处理的逻辑 然后代码就非常的清爽 所有的处理逻辑可能可能全部在这个自定义这个form里面 也可能一部分在这个model里面 然后呢 这节课我们就主要学习了自定义表单 和这个自定义表单的一个验证 我们这里面着重的给大家提出来 这个表单验证的一个重要性 就是再次强调 就是不要相信这个前端发过来的数据 你一定要做验证 在做验证的时候呢 然后jangoer 我们提供了非常的逻辑分离的一个示范 就是说 把应该写的代码写在它应该写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自定义的这些字段 我们就要负责对这些字段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验证 它是什么样的 然后它应该是什么样 你都要这个清楚 然后下去的话 大家可以练习用这个title 这个field 然后添加它的 比如说添加它的validation 添加它的clean 这个field 添加最后这个clean 比如说你想对这个title做一些另外额外的信任 也是都是可以的 然后这一扣就上到这里 好 好 感谢观看